陈女士40岁 是一名家庭主妇 自从跟丈夫结婚以后 过得还是挺幸福的 然而 陈女士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 因为娘家父母经常以各种理由找她要钱 起初 陈女士会尽力满足她们的需求 毕竟是自己亲人 不想一枚钱上的事 而变得疏远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家人的行为越来越过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陈女士自述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为了能迎接弟弟的到来 父母给我起了个朝地的小名 后来叫我好几年 直到弟弟出生以后 我也被叫回了大名 从那时候我就明白 我并不是家里最被重视的孩子 因为我的父母总是偏爱我的弟弟 而我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付出者 我作为家里的长女 从小就被灌输了要照顾弟弟 帮衬家里的观念 无论是家务活还是照顾弟弟 我都得尽心尽力 即使我做得再好 父母也总是会更多地关注弟弟 就算是弟弟有错在先 我也不能有丝毫怨言 记得有一次 我和弟弟在玩耍时 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争执 弟弟因为讲理讲不过我 突然大发脾气 拿起一个剥一杯就摔在了地上 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父母就已经闻声赶来 他们看到弟弟再哭闹 便不问青红皂白地指责我 事后还夸赞弟弟 比我有心眼 以后肯定能试会成大事的料 随着我今年长大 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于是在我中专毕业以后 就迫不及待地去到了外地实习 虽然我也想继续提升自己的学业 但实际上我的成绩并不算出众 再加上当时弟弟也长大了 父母又催着我帮家里减轻负担 所以我就索性不再逃了 尽管打工的日子并不好过 但我明白这也算是为新的开始 毕竟这等待家里的日子比起来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在的 起码我不用委屈求全地去巴结父母 每月把大部分工资借回家里以后 还能让自己去吃的好吃的 或者买一件喜欢的新衣服 后来我工作了几年 正好赶上公司发展期 为我鼓励人工提升工作能力 凡是有取得专业证书的人工 工资待遇就会有很大的提升 我为了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就想要报个补习班 自考岗位证书 只是当时我手上没有钱 便想找父母要回我之前 借给他们的工资 为了能得到父母的支持 我还特意向他们承诺 等到我以后工资上涨了 还是会把大部分收入都寄讳给他们 可面对这来之不易的机遇 父母却认为我这是浪费钱 不光也有给予我帮助 甚至还导鼠窝了一顿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 我心灰意冷地回了老家 当时父母觉得我老大不小了 而且弟弟也到了待成家立业的年纪 于是就突然对我说美 介绍了我先带的老公 他们家当时调调还算不错 公公婆婆也都是 婆婆通空的老师人 记得丈夫带我去拜访公婆的时候 我算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氛围 公公婆婆不仅对我血寒冷暖 甚至还按道我喜爱的口味 做了满桌子菜 尤其是公公婆婆那种 温声细语的呵护 让我心里有种疏忽出来的感觉 与之正好相反的是 丈夫第一次去我家 就被我父母给摆谱了 他们上来就要了高价彩礼 语气也非常显得不尊重人 好在我公公婆婆脾气好 他们并没有去过于计较 在凑齐父母所要的彩礼以后 我和丈夫的婚事也就病了下来 之后没多久 父母就给弟弟盖了新屋 又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而我这些出嫁的闺女 不光连的电动车都没给买 这人嫁妆也没有准备 只是在我和丈夫结婚当天 向征兴地从娘家带来了几床棉被 这件事情在当时 引来了街坊邻居的笑话 他们说 我父母这是在卖女儿 不仅没有给我准备嫁妆 反而还收了高价彩礼 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 让我在公婆面前 有些抬不起头来 在这种情况下 公婆不仅没有给我摔脸色 反而还愈进地安慰我 他们表示我既然嫁到他们家了 以后就成了一家人 不管以前父母怎么对我 他们始终会把我当闺女对待 公婆的话让我感到很耐心 以下定决心以后要好好回报他们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 我一直激励做好儿媳妇的角色 每天早起为全家人准备早餐 下班回来也会主动端菜刷碗 后来公婆婆心疼我 就什么家务活都不让我干了 每次我想打扫卫生 或者拖地的时候 婆婆总是会来抢地帮我干 当时我是真的不敢想 天底下竟然会有人 比父母对我都好 后来我怀孕以后 公婆就更加对我体贴入味了 为了让我吃得健康有营养 每顿饭都是婆婆单独给我做的 甚至在我怀孕期间上下班的时候 每天都去单列门口迎接我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 从来没有一次见断过 与此同时 我的父母就没那么上心了 不光平时很少去看望我 就连我生完孩子以后 也只是去医院看了一眼就回去了 等因为父母是年纪大了 因此才顾不上我 可等到弟媳怀孕的时候 可是把父母给忙活坏了 不当跑到我家 请教婆婆如何做饭 孙的还没出生 就提前找好了月嫂 不仅如此 弟媳生完孩子以后 父母就接着在家里大摆宴席 等待我打算带孩子去帮忙招待 没曾想 却遭到了父母的拒绝 他们让我把孩子交给公婆再去 理由是不想让外孙 抢了亲孙子的风头 更过分的是 父母自从有了孙子以后 就经常以各种理由找我要钱 不是带买奶粉了 就是手里没有零花钱了 一开始我没有放在心上 只要有钱就尽量满足他们 可后来他们胃口越来越大 从一开始到二三代 慢慢地变成一两千 甚至连弟弟家孩子上幼儿园 还想让我把学费钱出了 我当时都被父母气哭了 倒霉我根本没有义务帮助他们 可父母也不甘示弱 指责我没有良心 后来要不是我坚决没有答应 并为此跟他们吵了一架 准立以后还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呢 这件事情过后 日子也恢复了平淡 因为我不再得父母钱了 他们也跟我减少了来往 一年到头 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娘大看望 每次去到也只是吃顿饭就回来了 并不是我忘记了父母对我的恩情 而是他们是从心底里不太喜欢我 不仅如此 也跟我的孩子不太亲近 我曾经也尝试过和父母沟通 但总是无果 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 反正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本以为跟父母也就这样了 但之后却迎来了转机 上半年的一天 公共不幸发生了意外 好在只留下了后遗症 需要长期静养才能康复 后来经过一系列理赔 总共得到了50万的补偿款 当时我们都在忙地照顾公共 谁也没去往补偿款上面多想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 这件事传到了父母耳朵里 特别是听说得到了一笔补偿款后 接着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先是对着我聊了半天 家长里短 接着又表示抱去看望公共 我觉得当时公共身体太虚弱 所以就婉言拒绝了他们的想法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最终还是来了 但他们好像是专程看我来的 丝毫没有提及公共住宴的事 刚开始只是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比如问我工作累不累 平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以为父母终于改变了对我的态度 心里对此还有一些感动 但聊了没意会 父母就主动提到了补偿款 他们旁交错机地向我打听 先带这笔钱到了谁的手里 面对他们的突然询问 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表示一直忙地照顾公共 对此一点也不知情 父母听完以后 接着就调缩我跟公婆的关系 说他们没把我当自己人 要不然我不可能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父母让我去跟公婆提议 把补偿款保管在我手里 这样一来的话 我的生活就有了保障 可以拿出一部分钱自己留着 剩下的再给弟弟买辆汽车 父母说完之后 我连忙拒绝了他们 我表示补偿款本身就是给公婆的 我不可能去占位己有 后来他们还想再劝我 但被我三言良语给打发走了 只是临走的时候 还在语重心长地跟我讲 闺女啊 只有娘家靠得住 你给你弟弟买辆车 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 虽然我并没有完全听进去 但我也变得越来越焦虑 毕竟自从补偿款下来以后 我一次都没有听公婆和丈夫说起过 当时我就在想 难不成他们真的像父母所说的那样 是在刻意地隐瞒我 在之后的日子里 我的心里一直惶惶不安 我甚至开始怀疑 公婆和丈夫是否真的把我当成了自家人 直到有一天 我专门向丈夫询问了补偿款的事情 但丈夫却一问三不知 同样也是被蒙在了鼓里 随后我就忍想到了父母说的话 心里自然也就认为 之前是公婆不打丧给我们了 之后我越想越生气 为此还跟丈夫吵了一架 直到公公出任第一天 我们在家里一块吃晚饭 那天可能有些太累了 也或许是心里感到不平衡 反正一直板着个脸 从头到尾也没怎么说话 然而让我一想不到的是 就在我们吃完饭以后 婆婆塞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当时我有些不知所措 而她接下来要说的话 更是让我满是愧疚 婆婆语中心长地对我说 小梅 这个卡里面有三十万补偿款 本来总数应该是五十万 但在奖纳完住院费用之后 我们又留下了一点养老钱 现在剩下的钱都放您来保管吧 婆婆说完以后 我一下子愣住了 同时我心里也感到非常愧疚 我误解了公婆 还因此跟丈夫吵了一架 我意识到 我是多么地自私和狭隘 没有真正地去理解和感受 公婆的用心 后来在我一再推辞下 最终还是婆婆保管了那笔钱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把娘家人都给拉黑了 因为我不想再让他们干扰我的生活和家庭 毕竟娘家父母跟我的公婆比起来 谁都有好心理还是有数的 大家对此如何看待呢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关注 这个视频我就会打算全部 中国的公 council 什么都可以完整 scientific的 并且怀 reign